同甲大学空手道社创立于能播57年 为国内大专院校中第一个空手道社团 为了简定练习成果 与空手道同好交流 比赛成为本社团的主要活动 除了每年固定的中区市长杯 全国中正杯锦标赛之外 另有民间团体或各院校所办的邀请赛 本社已连年获得多项锦标 并多次代表省联队出赛全国中正杯 空手道社一向有杰出的表现 今年也不例外 大家牺牲明清节陪家人的机会 参加台中市空手道锦标赛 各获得总继军以及大专男子团体对打冠军 打后来就是有兴趣了 然后觉得虽然很累 可是还蛮有成就感 他会让我们先有一段适应 然后到我们适应过了之后 他才会要求我们做一些知识 5月份的时候参加台中市市长杯 个人队以优异的成绩包办前三名 虽然社员们入社的时间不到一年 社员们还是鼓起勇气参加今年的市长杯 现在示范动作的就是空手道女教练肖盛 大型比赛的话从16岁就开始 16岁参加过亚洲青少年比赛 大马来西亚去 然后那时候已经开始打以前的区运会 以前是台湾区运动会 就是现在的全国运动会 不断的努力练习 再加上女教练的耐心指导 才造就社员们今年有如此优异的好成绩 这位已毕业的空手道学长 把他对空手道的理想与热情 与他儿子一同分享 就是这种传承的精神 使空手道不断的成长 茁壮 以后要当什么 当什么人 当国手 不是当有用的人 当国手 还要加油 好不好 此外 强大的师姿也是 空手道社蓬勃发展的一大因素 事实上社员们获奖无数的幕后工程 正是空手道八段高手 萧辉正老师 认认到现在啊 整整有32年的这个时光 都没有中断 一直我在学校到负责到今天 一共有32年的时光 时间是虽然不短 但是对这个空手道的兴趣 本身是热心的要来提倡这个空手道 所以就是不会去好像不气馁过 就一直来继续来担任这个教练的工作 空手道不光是一项保护自我的工具 还是一种锻炼身心的好方法 空手道社有最适合女生练习的环境 以及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与教练 对于想学空手道的你 空手道社必定是你最佳的选择 快加入空手道 我 幸福有镜与教练 连打扫 千万两方 权显标准 十条 勢 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